亲爱的弟兄姐妹 大家平安 感谢上帝让我们今天 有这个礼拜以来 久违的太阳出现在我们的当中 让我们能够稍微暖和一点 然后也愿上帝的健康平安 在我们的当中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上帝 我们向你献上感恩 主你今天赐给我们 一个天气好的日子 让我们能够一起来到 主你的圣殿 一起来敬拜你 主我们献上赞美 主这是你给我们的恩典 也是你给我们的祝福 主啊特别是在这 待将节期的当中 让我们再次透过你的话语 让我们能够来 省思我们的信仰 也在当中我们能够 明辨出上帝你的真理 主愿你的圣灵 带领我们今天的聚会 从头到末了 有上帝你的同在 在我们的当中 我们将祷告奉 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 祈求 阿们 今天是代将节的 第四个主日 我们在讲台上 点燃了第四根 第四根的蜡烛 代表了盼望 信心 喜乐 跟 人爱 我们会看见 在讲台上 这四根的蜡烛 外面包着是 什么颜色 紫色 紫色 是象征着 君王要降临了 君王要诞生了 同时 我们会在下个礼拜 我们会把白色的 中间的那一根 来点燃 我们透过颜色 我们透过活动 我们来思考 我们与耶稣基督的关系 上面的这幅图 是前几周 青少年团契 我们透过艺术灵修 透过色彩 让孩子们 能够与他的信仰 能够有一个连结 让他们能够来反思 代将节 跟他们生命的关系 跟意义 有的时候 上帝要我们去明白 他的话语 他的真理 不单单透过神的话 而是透过我们的生活 透过我们的环境 也可以让我们 去认识上帝 我们透过流动化 我们会看见 从色彩的表现 你就会看见 一个人的心里面 现在所呈现的压力 有的到了几分 或是他现在 他的生命 他现在正在喜乐 光鲜亮丽的时刻 很特别 我们早上做了一次 下午 另外一个群体 也做了一次 我们从上面的图案看到 上面是早上的时候 我们的青少年团契 所做的 下面有两幅 比较深的图案 的这个流动画 是两个即将要准备考试的学生 所做出来的 所以我们在 分享的当中的时候 我们就看见 我们也领受到 其实人会 透过颜色色彩 来表达出 他现在心中 所想的 心中 他现在所 遇见的事情 以及 在幼儿族的时候 我们从小 我们就让基督教的教育 在我们的孩子的心里面 来萌芽 来生长 这个是从去年到今年 只要是代降节的 节期的时候 我们就会透过 与孩子 一起来点足的这个过程 也让他们一同来期待 耶稣基督的诞生 当我们回到教会的传统 跟节期的时候 你们会看见 牧师今天身上 披的这条紫色的布 这个是 要开始 期待 我们一起 在下个礼拜 我们要回到 第一个圣诞节 就是两千年前 耶稣基督诞生的时候 所以我们今年 今年有一个 每一个人都是主角 每一个人都很重要 我们每一个人 都要参与在 这场的活动当中 这场戏剧里面 当你 来到教会里面的时候 童工就会 邀请你 也披上一条布 象征着我们一起 回到 耶稣基督诞生的时刻 教会的传统当中 会透过颜色 来表达 透过颜色 帮助信徒 来思索 来思想 这个节期当中 我们 所在的环境 我们所在的气氛 是什么时候 我们看见 有紫色 有两个颜色 第一个颜色 是在 代降节 第二个时候 紫色是出现在 什么上面写的 叫做 日苦节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受难日 受难周的时候 大灾节期的时候 这两个节日 都跟 耶稣基督 息息相关 这两个节日 也是 互相 彼此 成全 有了耶稣基督的诞生 我们的信仰 开始 萌芽 有了复活节 受难日 的来临 我们的信仰 更成为了 你我彼此 因着耶稣基督 走上这十字架的苦路 他的受死 复活 我们聚集在这里 才有意思 我们才有意义 亲爱的弟兄姐妹 若是我们 再进一步 我们来思考 圣诞节的时候 其实你会发现 最近有很多 网络的文章 网络的网站 上面最近都在 讲一件事情 圣诞节 真的出现 是在十二月吗 如果是我们 回到教会传统里面 其实 不会是在 十二月的时候 发生 圣诞节 与我们想象的 一样吗 我们透过 两个神学家 慈蕴里跟 加尔文 这两个人 对长老教会 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一个影响的人 他们两个 最近台南神学院 王重阳牧师 他在 Facebook上面 写了一篇的文章 他说 当时候 这两个人 其实提倡了一件事情 不要庆祝 圣诞节 应当要庆祝 复活节 就好了 当我们听到 这件事情的时候 也许大家心里面 会很疑惑 那为什么 这个月 我们大家要 这么的忙 从 爱宴 从那个 圣诞点灯开始 昨天 主日学的 舞会 一直到 昨天晚上的 爱宴 然后到 下礼拜的 晚会 这一系列 十二月活动 我们为什么 要这么忙 最近有一些 会友在跟我聊 他说 牧师 十二月 每年都好忙碌 我们好像都没有 好好的享受 耶稣基督诞生的时刻 我也开始在 思想反思这件事情 我们因着 伤人 因着很多的原因 我们大肆地 庆祝圣诞节 耶稣基督 君王诞生了 很重要 但是 他诞生了 即将他要面对的是 许多的逃亡 许多的挑战 甚至最后走上 你我 都没有办法 承担的 十字架的苦路 唯有耶稣基督 他可以承担的时刻 亲爱的弟兄姐妹 也许这个圣诞节 与你想的不一样 也许这个圣诞节的 意义的由来 跟我们 传统 我们所听到 所教导的不同 若是你有兴趣 你可以继续的来点 这一季 我们这一个月的 牧师聊聊天 圣诞节 真的与你想的 一样吗 我们透过 这个当中 我们一起来思索 这两位 我们今天的主角 玛利亚跟 伊丽莎白 这两个妇人 她们所经历的一切 与我们到底 有什么关系 当我看到 这一段经文的时候 我就一直在问上帝 上帝啊 这段经文 就两个女人 然后互相的 彼此扶持 互相的安慰 要传达什么 给弟兄姐妹啊 我思索了很久 也经过跟牧师的 一起祷告 一起讨论之后 我们发现 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 这两个妇人 都要回应一件事情 就是上帝的呼召 上帝呼召什么 上帝呼召 好 帮我跳回去PPT 上帝呼召 撒玛利亚 在年老的时候 要来怀孕生子 上帝呼召 玛利亚 在还没有结婚的时候 就要来怀孕生子 同样的一件事情 都是怀孕生子 但是对这两个人来说 他们的心情 是不同的 伊丽莎白 跟他的先生 他的这位祭司 撒加利亚 他们两个 带着是期待 期待已久 终于在年老的时候 他们跟上帝 祷告非常非常 非常的久 在很老的时候 上帝赐给他们 一个儿子 约翰 对他来说 这是他们家中的 至宝 是吗 当我们有 年老得子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会 特别的 来关照 这位孩子呢 玛利亚 他的处境是 在一个不被认同 不被接纳的 社会环境里面 他来怀孕 虽然说是圣灵 让他来怀孕 但是当他在 跟众人 甚至他在 跟他的先生 在跟他的家人 在说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相信 如果当时候的我们 我们应该也不会 相信这件事情 我们一定会开始 有很多的舆论 很多的压力 贴在玛利亚的身上 贯注在玛利亚的身上 甚至 他是一位童女 以我们现在的 童女的年纪来说 就是 十二 十三 十四岁 才国中毕业而已 他就要去承担 这个责任 当他听到天使 告诉他 这件事情的时候 他的心中是多么的害怕 多么的惊吓 在路加福音一章二十八节 天使到他面前说 愿你平安 你是蒙大恩的女子 主要与你同在 二十九节说 玛利亚因为天使这话 十分的惊慌不安 反复思想这问安的含义 天使对玛利亚说 不要怕 因为上帝要施恩给你 你要怀孕 生一个儿子 要给他取名 叫耶稣 这段的经文 是每一年圣诞节 我们都会听到的经文 但是当我在 准备讲道片的时候 上帝让我透过这段经文 让我去想一件事情 如果今天上帝的呼召 来到我们身上 是一个困难 我们去执行的时候 我们愿意回应这个呼召吗 我们愿意继续走在这一个使命跟招命的上面吗 今天上帝呼召了玛利亚 要她成为耶稣基督的母亲 对她来说那是何等大的一个重担 对她来说那个是何等大的困难 甚至开始被低估 被言语上的攻击 甚至有许多人的排挤 许多人开始去论断这件事情的时候 玛利亚她选择 她去到她的亲戚 伊丽莎白的家中 她到那里 也许是 她知道 是在这个里面 跟她的伙伴们 一起来属灵的祷告 但是在当中 其实有更大的一个含义 我相信是 她想要去得到一点点的温暖 因为 伊丽莎白同样也是怀孕 她觉得也许 她会给她一些安慰跟鼓励 有的时候呼召来了 挑战来了 要我们去执行的时候 我们是逃避 还是我们选择愿意 来跟她执求对决 走在神的使命跟招命的当中 我们看见这两位 像被上帝所拣选的妇人 她们在互相的彼此 在安慰彼此祷告 玛利亚到了伊丽莎白的家中 在经文中 她赶紧很快的去到 撒加利亚伊丽莎白的家 为了就是 她要找到一个安慰跟印证 因为天使告诉她说 你不要害怕 当有一天上帝的声音跟你说 不要害怕的时候 其实更是我们需要警醒的时候 透过他们两个互相彼此的安慰与扶持 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这段经文 41节到45节 请 伊丽莎白听见玛利亚的问安 腹中的胎儿就跳动了 伊丽莎白被圣灵充满 高声呼喊 你是女子中最蒙福的 你所怀的胎儿也是蒙福的 我主的母亲前来探望我 我怎么敢当呢 我一听见你问安的声音 我腹中的胎儿就欢喜跳跃 确信主传给她的信息 必定实现的女子多么有福啊 当伊丽莎白说出这段话的时候 我相信对玛利亚来说 她的心中就得到了安慰 就得到了确拒 就得到了释放跟扶持 当她听到丽莎白这样跟她说的时候 她的心就平安下来了 他们在那里两个人一起 互相陪伴了三个月的时间 在那里彼此的祷告 彼此的颂赞上帝 因此就有我们 常常在圣诞节 大家都会来读的玛利亚的尊主诵 我们看见玛利亚的心从原本很惊慌 很害怕 很担心 想要逃避 转变成她愿意顺服上帝的呼召 愿意走在神的旨意跟心意当中的 这个过程 她的心里面是非常的挣扎 因此她用了许多旧约的经文 来颂赞上帝 她也在当中向上帝来祷告 我们再一起来读玛利亚的尊主诵 我灵以上帝 我救主为乐 因为她顾念她卑女的婢女 从今以后万民将称我有福 因为大能的上帝为我成全了大事 她的名神圣 她向敬畏她的人 广施仁慈 代代无穷 她伸出全能的手臂 驱除狂傲者心中一切的计谋 她把强大的君王从宝座上推下去 她又抬举卑微的人 她使饥饿的人饱餐美食 叫富足的人空手回去 她向我们的祖先信守诺言 捐助她的仆人以色列 她顾念亚伯拉罕 向她大施仁慈 并且急于她的后裔 直到永远 我们看到玛利亚 当她唱出这首诗歌的时候 她的心是何等的平安 也看到这当中 她知道她的身份是不一样的 她知道她是耶稣基督的妈妈 但她同时 她也需要去承担后面所要发生的一切 为了就是要拯救你我的灵魂 上帝呼召了玛利亚 上帝呼召了伊丽莎白 成为她的子民 当我们回应这个呼召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需要到了现场 我们才知道原来上帝 要我们做的是什么事情 也许有的时候 你觉得上帝呼召你在这里 要来行使祂的使命跟命定的时候 你发现 你开始去做的时候 你会发现 有许多的挑战来临 你愿意继续跟随神的心意吗 或许在这个当中 我们要思考一件事情是 如果今天上帝呼召我们 不是在原本我们想象所在的 命定之处的时候 你会愿意继续跟随上帝吗 还是你会开始选择 远离了上帝 卢云是我们现在的 灵修神学家之父 可以说 他在我们现在21世纪来说 是很重要的一个 灵修的神学家 他带领了许多的神父 一起在当中 来与上帝来会面 但是他也曾经经历到了一段 他觉得上帝要他去到拉丁美洲 去那里来服事 去那里教书 去那里来跟贫穷的孩子 在一起 富人在一起的时候 他觉得是上帝要他去的 但是当他如此行的时候 他发现他在多么的努力 他都没有办法体会到 上帝跟他同在 他在那里 他开始重新的寻找 上帝给他的呼召命定 到底在哪里 在书中提到了这段话 他说 世上没有所谓正确的地方 或正确的工作 身处在任何的环境 我都可以难过于喜乐 焦躁或心安 在必须决定前路的时候 他明白了一个道理 就是他必须全然毫无保留 一无所谓的归向主 才是那重大的决定 卢云他看见 他在那里的教学 他觉得那是他的呼召 那是他的使命 但是他却深深地 体会到一件事情 那是他自己想要去的地方 而不是上帝要他去的所在地 于是 在经过他的祷告之后 有一天 有一个人叫做范云 他就到了他家的门口 就来敲门 就邀请他 跟他说 好不好 你离开 你所在地 跟我一起去法国 回到法国 去来经营 这一个所谓的方舟团契的服饰 方舟团契服饰的是 一群生长人士 心中需要上帝的安慰 甚至是身体上面 有一些残缺 需要有人来服侍他们的地方 一开始 他跟范云说 不不不 你误会了 上帝把我带来拉丁美洲 这就是我要服侍的合场 但是范云却接下来问他一句话 他说 在这里你有感受到 上帝与你在一起吗 卢云就跟他说 你先回去 我祷告看看 过了没多久 他就回应了范云的邀请 他就回应了上帝给他的使命 他就一同去到了 方舟团契的地方 有的时候 上帝给我们的职业 也是我们上帝要我们去那里 执行 招命的地方 这个招命是什么 是要我们到了那个地方 来回应上帝的呼召 去执行上帝给我们 宣教传福音的工作 也许这个职业是你要到家庭里面 去来服侍你的家人 去来回应神在你的心中 他所要交付给你的任务跟责任 我们看见玛利亚因着上帝的呼召 他成为了耶稣基督的母亲 虽然他的心中是非常的害怕 非常的不安 但是最后他回应了上帝给他的命定 我们透过这段的经文 要我们去看见一件事情 是上帝他有时放在我们心中的呼召 也许跟我们所想象的不一样的时候 我们该怎么办 我们是选择顺服 还是我们选择先放在旁边 在路加福音二章十四节 众天使同声说 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 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 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 我们所在的呼召处 若不是荣耀上帝的名 那我们所在的地方 我们可能就需要来思考 需要来调整 从去年我们的圣诞节主题 就是以哀之名 今年的富标是耶稣hold你 耶稣给你 耶稣扶持你 耶稣看顾你 就像是玛利亚他所经历的一切 耶稣陪伴着他们出生 耶稣也把那个平安放在他们的当中 我们看到在这个里面 玛利亚 伊丽莎白都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爱与牺牲 这两件事情 他们付出他们的爱 他们付出他们养育 约翰跟耶稣 并且最后要把他们送上 他们所要回应的招命的时候 我们可以想象 一个妈妈要将孩子送上 我们所谓的生死台的时候 那个心中是多么的挣扎 但是玛利亚跟伊丽莎白 他们却愿意走在神的心意里面 教会从点灯一路忙到现在 我们昨天也进行了爱宴 当我今天早上 再一次看这张照片的时候 上帝跟我说一件事情 若是我们是上帝的选民 我们是上帝的子民 我们愿不愿意来回应神 给我们的招命 对总理早早教会来说 现在的招命是什么 现在的招命是我们要出去传福音 而不是我们继续留守在教会 昨天因为两根火柱 吸引了六个人来到我们的当中 上帝让我想到一件事情 两根火柱就可以吸引六个人来到教会 透过一个改变 透过一个创意 透过一个为了要让弟兄姐妹温暖 的这一个想法 就让人进入到教会 那更何况是我们每一个人 是耶稣基督的门徒 我们更是要来回应上帝 给我们的这一个使命跟命定 就是要去使万民 做耶稣基督的门徒 做上帝的门徒 奉父子圣灵的名 为他们施行 教会在接下来要变动的过程中 也许我们的心中 有许多的不安 也许我们的心中 有许多的疑问 但是透过今天的经文 我们再一次的去思考 上帝让中立长老教会 设立在这里 并且在这个阶段 我们要进行下一个任务 要来建堂的时候 上帝给你的使命是什么 是我们继续坐在这里吗 还是我们愿意起来 一起来回应上帝的使命跟呼召 是我们愿意一起放下 我们自己来到神的面前 跟上帝说 主啊 我愿意再次被你拆拍 我愿意用我的生命来宣扬 来传扬福音 我愿意在我的工作上 你所让我的所在之处 能够来体验 体会到神的同在在我的当中 并且把这个同在 带到我身边需要的人的身上 亲爱的弟兄姐妹 最后牧师要用这一段的话语 来跟大家一起来做反思 这是台南东门长老教会 的一位牧师 他所写的一段诗歌 一段诗 他说以为是主角 转眼成配角 一个男子茫然站在舞台 预备好的剧本全然成空 说好的未来该往何处寻 不在预期的剧本中 忽而领导身为演员 是脱稿 是顺从 是在一面之间 脱稿 是我在抉择 是我在掌控 是反客为主的执着 顺从 是光的心意 是光的领路 是以马内利的心意 从这一段的诗曲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 谁原本是主角 应该是 约翰吧 因为约翰比耶稣还要早 来诞生 不是吗 我们都认为 约翰应该是 一个很重要的人 没错 但是他却成为了 要来开耶稣基督道路的 那一个 排逆的那一个先驱 他为了来到这世上 就是要整平好道路 迎接耶稣基督的诞生 没错 约翰很重要 但是他一转眼 却成为了一个配角 一个男子 茫然地站在舞台上 预备好的剧本 全然成空 说好的未来 在哪里 也许就像 我们有一些人的生命一样 原本你在你的生命当中 在你的计划里面 你已经计划好 要做这件事情了 但是当上帝的介入之后 你会发现 这一切都变得不一样 原本我也没有想过 会站在讲台上面 来讲道 来成为一位牧师 原本我自己的剧本是 我希望我可以用音乐来服侍人 我希望我可以成为一个音乐老师 透过音乐来传福音 对一个历世历代 家里都是基督教的一个孩子 长大来说 福音对我来说 其实是没有什么感觉的 在当时候 我认为上帝呼召我去读神学院 我觉得那是一个 上帝你找错人了 但是在这十几年的过程当中 上帝让我一步一步地看见 他把我放在学生的里面 去服侍学生 去服侍孩子 让他们来认识上帝 让他们在他们的生活当中 去经验体会到神的爱 这是上帝放在我生命里面的 一个招命跟使命 当我认为上帝啊 你让我在神学院顺利地毕业 就是他给我的呼召 但是没想到 当我读到第四年的时候 我高中毕业就去了台南神学院 读了大学部 到了大四那一年 上帝说要我离开学校 去到了新加坡 去受装备 那时候我也是 非常的挣扎 甚至我逃避 我跟上帝说 上帝啊 别闹了 在这里你把我带到神学院里面 你要我服侍 你要我们成立了祷告会 成立了社团 成立了各式各样 我们不就是为了要宣教吗 都还没有做稳 都还没有做好 怎么你又把我带离开了 上帝又把我带到了新加坡 去受装备 最后 上帝又把我带回到 台南神学院 来完成我的学业 在这当中 我一直问上帝一句话 就是上帝啊 你让我经历这一切 到底要做什么 当我把自己的计划 放在上帝的前面的时候 往往 却没有看清楚 神要我走的道路是什么 有的时候 我们的生命也是如此 我们有许多的计划 我们有许多的想法 但是当上帝的手介入 要改变的时候 我们愿意来做调整吗 我们愿意来 跟上帝说 主啊 好 我愿意放下 现在所有的一切 去到新的地方 重新开始吗 为了就是福音的缘故 就像刚刚 卢云 他原本在拉丁美洲 他可以过得很好 他在那里教书 他在那里陪伴 这些需要的弟兄姐妹 不好吗 但是上帝就跟他说 你的招命不在这里 你的招命 应该是要在另外一个地方 亲爱的弟兄姐妹 当今天上帝告诉你说 你需要调整脚步的时候 你愿意勇敢的起来 回应神的呼召 跟他的邀请吗 今天的主题 今年的主题 耶稣hold你 代表着圣灵 他时常的陪伴在我们的当中 教会是奠定在 耶稣基督救恩的信仰团体的上面 信徒是以上帝赏赐 给我们每一个人 有不同的恩赐 彼此互相的服侍 分享 是要成全上帝的教会 跟种子体 我们在这里 每一年都在过代降节 每一年都在过圣诞节 今年 牧师邀请你 来跟上帝祷告一件事情 跟上帝祷告 上帝你让我知道 我的招命在哪里 若是现在的位置 我求上帝 让我们更加的明白 并且赐给我们 有勇气力量来面对他 若是上帝今天跟你说 也许你需要来做调整的时候 也邀请你一起在 教会里面 我们能够彼此互相的 来成长跟成全 教会从来不是一个人 就能够来成立的地方 一个事工的成跟拜 也不是一个人 或是一个群体 能够来成全的地方 来成就的事情 而是需要每一位弟兄姐妹 一起同心合意 在这当中 彼此互相的服事跟成全 我们才能够成就 上帝国的心意 愿我们 在圣诞节的季节当中 很忙碌 但是我们也愿上帝赐给我们 有一个安静等候他的时刻 一起来领受从神而来的目标 神而来的意向跟盼望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上帝 主啊你赐给教会 有一群弟兄姐妹 彼此相爱 彼此在神的话语当中 互相的扶持 以及互相的成全 是神你给我们的恩典跟记号 主啊当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 主恳求你赐给我们 宣教传福音的意向跟力量 主啊让我们能够勇敢的 去向我们身边的人来传福音 透过各式各样的方式 就是把上帝你的话 带到需要的人的生命当中 主你把我们每一个人 放在不同的工作岗位 学校家庭 主为了一件事情 就是要来成就神你的心意 主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亲自将你的话语 摆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 当我们不论是主角或是配角 主我们都愿意来跟随你 愿意一同在神你所写的剧本当中 我们一起来完成上帝 你给我们的这一条道路 主愿你的圣灵继续陪伴我们 持续与我们同在 也看过我们 在透过小组团契 互相的扶持祷告的过程中 能够一起来传扬神你的道路 传扬上帝你的福音 我们这样祷告 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祈求 Amen Ame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